领基础 学IT 月薪过万 就来黑马程序员 黑马程序员 成就IT黑马 GitHub的使用 实际上就是我给你的这个讲义 结合课上我讲的这部分内容 基本的代码管理已经能满足了 你上传代码 备份 还是这个有冲突 解决冲突 更新是不是都可以啊 对吧 基本的使用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不太够用 或者觉得比较少的话 你想再多了解一些 那就是我给你这个目录 这里边有一个Git常用命令列表 这里边列出来了就是 Git下边比较常用的一些命令 比方什么Anet Add Commit Commit M 这咱们是不是都介绍过了 对吧 还有什么日志相关的 这些信息 这个咱们没讲 是吧 然后Git不是暗成 是不是这个分支的切换啊 对吧 还有Diff 这些咱们是不是都讲了 State 到这 这些 你就看一下这个 比咱们讲的稍微全一点 如果你看完这个 你觉得还不够的话呢 好吧 Git全为指南 对吧 就Git这种东西 有点像咱们之前讲的VIM 我要往长了讲的话 我可能讲三天 各种情况是不是都挨着 跟你讲到一遍 对吧 讲三天内容 往短了讲的话 可能讲一个小时 基本你会插入 会删除 会打开 会关闭 会保存 是不是就可以用它去写代码了 对吧 那Git也是一样 如果简单点的话 就咱们给大家介绍这点命令 你能够完成代码的备份 上传 下载 比较异常 是不是就行了 对吧 要复杂点的话 那你就看这本书 好吧 实际上现阶段 我说对于大家来说 没有必要 对吧 没有必要 捧着它去研究 将来什么时候 你成为这个项目组的 最起码你不说 技术总监的层面 也是得是一个leader的 对吧 你成为一个teamleader的时候 那你考虑考虑 怎么办 好吧 把这个来学习一下 好了 那对应到Git这部分 就说到这了 好吧 谢谢大家